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念佛救命苦》 《念佛救命苦》 《张元寿》是山西人 《家》是以撒生为业 爹、娘 我們 我們做個第二行好嗎? 嗯? 轉行? 哎呀,做慣了這行 做什麼要轉啊? 爹 殺生總是不太好 不太好? 哎呀,充仔 這些這樣的雞鴨 生出來就是被人吃的 再說,我們不殺他 他又如何超生投胎呢? 就是啊,充仔 你不單不來幫忙 還說這些話 你放心 娘說有幫他們念佛超生的 但是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說了,很忙啊 好啊 孝順的張元寿 只好忍住心中的痛苦 暗中 希望父母 能夠早日不做殺業 沒多久 他的父母過了生了 張元寿 就開始 戒殺 一心一意 供養禮拜 清念 阿彌陀佛聖號 希望能夠把功德 回向他的父母 拯救他們 有一天 張元寿 發了個夢 夢見屋裏面 光芒照耀 光中 有二十幾個人 坐著在 非常莊艷的連台上面 其中有兩個人 對著張元寿講 元寿 我們是你的爹娘啊 雖然生平 都曾經念過佛 但是我們的殺業太重 所以 死後 就墮落去 叫換地獄 雖然墮落去地獄 但是因為念佛的力量 所以接受熱鐵 和燒頭去應佛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凍水一樣 昨天 有位出家的師傅 跟我們說法 我們二十幾個 一起受苦的人 聽了你說佛法 都離開了地獄了 將要往生佛國淨土了 由於這個因緣 所以我特別來告訴你 講完之後 這二十幾個人 都向西方移去 由於張元寿的大孝念佛 才能夠超渡父母 永間之父 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要希望我的名字 成功